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圆形的 有长条形的 专家道场的一鉴定 股币重达459千克 将近半吨 而且全部是西汉王莽时期的货币 价值不菲 在我国有着地上文物看山西 地下文物看陕西的说法 意思是说陕西的地下文物遗存比较集中 比如说古墓葬立了宫殿雅鼠遗址 常有这样的事 农民这一搞头刨下去 就挖出了成百上千年文物的事情 话说在陕西省蒲城县的合成村 有这么一位村民修建 他结果又挖出了不同寻常的物件 这物件是什么呢 陕西省蒲城县距离黄河约八十千米 作为黄河的二极支流 蜿蜒回转的洛河穿承而过 树黄土高原一路奔流 急切南下 在黄土丘陵之中 有一个叫合成的村子 二十年前的一天 村民老王翻建老宅需要取土 他想到了离家不远的一处黄土园 这是一处十几米的高台 他抡开了锄头开始挖掘 突然锄头好像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 他赶紧放下工具 用手清理浮屠 原来土里竟埋藏着一些破碎的桃片 和类似勺子的东西 他猛然想起以前听老人说 古城有皇家陵墓 出土过很多文物 眼前这些桃片 勺子会不会也是文物宝藏呢 实际上在陕西 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 最初都是农民这个锄头 刨出来的线索 比如说五十多年前 陕西前线的村民 未修公路炸山取石 结果炮声一响 飞出了几根整齐的石条 后经专家鉴定 这里竟然是唐高宗李志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 潜陵 要知道当年农民起军首领皇朝为了寻找武则天的陵墓 率领着四十万大军 挖了四十米深的大沟 都没有找到潜陵的入口 此外 秦始皇陵的发现 也是村民们当年为了抗旱 在村南世树林畔打井 挖到五米多深的时候 发现的 偶然发现的 从西州到唐朝 陕西在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曾经有过十三朝古都 前后有近八十位帝王 长年于地下 那么老王挖出的陶片是不是文物 老王取土的地方 会不会也埋藏着哪一座地下宫殿呢 好奇心驱使老王继续挖掘 很快 锄头再次碰到了坚硬的东西 老王小心翼翼的 把周边相对疏松的黄土清理干净 眼前竟出现了一面弧形的墙壁 这会是什么呢 此事不同寻常 老王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经过勘察和初步清理 他们发现 这个弧形墙壁 与以往发现的文物遗迹都不同 它呈规则的圆形 垂直竖立在地面之上 直径大约一米左右 高度足有十几米 像是一根圆形的柱子 当地文物 国土资源等多部门组成联合考察组 在老王取土的黄土园附近 几十平方米的区域内 竟相继清理出五个一模一样的圆形柱子 由于这些柱子位于洛会渠桥的附近 勘探人员就以洛会渠桥为中心 绘制出了圆柱的分布图 它们的位置基本处于同一条线上 彼此的距离也大致相同 如果将五个柱子的位置相连 竟然呈现出一个近九十度的直角 这其中有什么特殊含义呢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当中 柱它是一种直立而承受上部贺载的构建 也是最重要的构建之一 明代常陵的灵恩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 其中用来支撑大殿顶部的六十根木柱子 全部都是金丝楠木 自顶至根 一木而成 那可真是世间罕见 其中最粗的一根高有十二米 直径有一米 这个尺寸倒是和老王挖出来那柱子差不多 那么和城村发现了柱体 这里会不会真的有古代宫殿的遗憾 为了解开原著的绅士奥秘 地理中国栏目记者跟随专家 前往发现地进行考察 考察队从陕西省渭南市出发 一路向北行进 由于河水常年的侵蚀作用 这里发育出了典型的圆 毛 梁 等黄土地貌 在古城 地宫皇陵并不显见 修建于唐代的桥陵 景陵等 都是帝王陵寝的典型代表 然而 在和城村的这处黄土园中 仅凭泥柱的位置及形状 就断定这是地宫建筑遗址 证据显然并不充分 在城线考察队向东行进了大约30千米 南村 考察队仔细观察 发现泥柱表面凹凸不平 且一直通向黄土铺面的顶部 高度约有12米左右 考察队了解到柱子所在地属湿线性黄土 结构疏松容易坍塌 在这种环境下 无论是建造庞大的地上宫殿 还是地下灵寝 都无法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考察队推测 柱体不太可能是宫殿的一部分 那么这五根柱子会不会是自然产物呢 在考察队看来 在地质样本中 同时满足被掩埋在土中 且外形成圆柱体 这两个条件的当首推规划木 规划木是木划石 在数亿年前 远古的森林在自然力量的作用下 被大量的埋入地下 木头在高压低温缺氧的地质环境下 不易腐朽 经过漫长的岁月 树木中的碳元素 逐渐的被水中的二氧化硅替换 随着气候的演变 树木保留了原始的形态 而纳入的微量元素呢 则使这些历经风霜的树木 形成了如今的木化石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化石林国家公园举世闻名 这里的木化石啊 就像是一片躺在地上的森林 非常壮观 怎么看都像树 可你怎么摸又都是石头 这就是木化石的神奇所在 那么蒲成县的五根原柱 会不会就是硅化木呢 硅化木为原柱体 从外形看 与何成村发现的柱状遗迹 的确颇为相似 但硅化木的柱体 并不是规则的原型 其严性十分坚硬 而何成村的五根柱子 均为规整的圆形柱体 其结构较为松散 内部呈中空状 也没有树木的纹理 看起来 这些柱子 与天然硅化木 并无关联 这时 柱子中空状的结构 引起了设置组的好奇 这种直径一米左右 垂直且中空的构造 很像是树井 树井 顾名思义啊 就是洞壁直立的 井状管道 在喀斯特洞穴当中啊 这个树井是一种 插线漏斗 下面往往呢 连接着地下暗河 但是在人工的建筑当中 树井却有着多样的用途 您看啊 这是赫赫有名的 埃及金字塔 据说呀 在法老墓室当中 就有两口连通外界的树井 有人说 这是法老灵魂升天的出口 还有人说 树井与天上的星座遥相呼应 而更多的人 则将树井看作是通风的管道 那么蒲城县的五根空心柱 会不会也是这种树井呢 考察队员查阅了当地气象资料之后 发现了新的线索 蒲城县多年的年平均降水量 还不到500毫米 而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 是降雨量的六倍 蒸发如此强劲 地表水补给严重不足 这使得蒲城大部分地区常年干旱缺水 那么黄土中的泥柱 与这种气候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记者跟随考察队一行人 抵达蒲城县时 恰逢秋收时节 大片的麦田和玉米地一望无际 作物枝繁叶茂 到处刮果飘香 考察队走进了一处梨园 正在采摘的老乡 热情地邀请记者 品尝自家种植的梨子 特别甜品 你还甜的那种感觉 一般在缺水干旱地区 通常土地干涸 作物稀少 而这里却是一片片的金色沃野 这在缺水的黄土高原 十分罕见 专家介绍 这与当地日照墙 蒸发量大的气候特点有关 黄土高原夏季的降水虽然较多 但是春季 冬季降水较少 同时 冬春季节干旱多 大风蒸发强烈 黄土高原本身 含蓄水源的能力又弱 加上工农业用水激增 所以还是干旱缺水 这就难以解释了 既然黄土高原如此干旱缺水 而蒲成自古繁荣昌盛的农耕文明 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都知道 农作物的耕种离不开水 可是这里的灌溉用水 是从哪里来的呢 陆地上的淡水资源主要有江河 湖泊 高山积雪 冰川以及地下水等等 纵观蒲成地理环境 冰川那积雪全都没有 而地下水主要靠降水补给 在黄土高原呢 这个地区的降水并不充沛 最大的淡水资源就是落河 引落河水灌溉农田 那就需要依赖于水利工程才能实现 那么在蒲成历史上 是否有过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呢 您还别说 考察队员在史记河渠书中发现 蒲成啊 早在西汉年间就曾修建过一个浩大的水利工程 叫龙首渠 公元前120年 当地大旱 框架颗粒无收 民不聊生 皇帝下令开渠 引落河水灌溉 施工中挖出巨大的骨骼残骸 类似传说中的龙 当地人认为 这是挖渠求雨的迹象 于是 这条饮水渠就得名龙首渠 据后人推测 当时发现的残骸 很可能是恐龙的骨架 有历史资料显示 龙首渠调用了一万多民工 历时十几年修建完工 它使得一万多公顷盐检地得到灌溉 《实际河渠书》中 记载当时景渠施工法的技术要领事 往往为景 景下相通行水 水颓已绝伤岩 东至山岭十余里间 景渠之声自此时 这个技术也开创了后来 碎栋树井施工法的先河 然而随着洛河几次改道 如今的龙首区一进 早已便寻不到 世界上最有名的河流改道 那就是马孙河 这条流域面积几乎大如整个澳大利亚的河流 每秒钟把11.6万立方米的水注入大西洋 就这么上千年来 如此充沛澎湃的流量 在每一次的洪水季节都会冲刷出一条条新的河道 从而就造就了亚马孙河的一万五千条滞流 在中国的历史上 河流改道最频繁的 那就是黄河下游河段 黄河冲出山口 进入了宽阔的平原地带 随着流速变缓 大量的泥沙不断的淤积 使河床渐渐高于两岸地面 河水冲破低岸之后 沿着低洼地带就形成了新的河道 而洛河作为华尔吉之流 也经过了数次改道 那么我们还能找到 曾经在洛河河畔的那道龙首渠吗 据当地相导介绍 目前唯一还能见到 其与龙首渠最为相近的水利工程 就是龙首坝 龙首坝位于蒲城县洛宾镇镇境内 它横断洛河气势雄伟 洛河水势湍急 沿大坝奔流而下 绵延千里 龙首坝建于1935年 坝高16米 长达180多米 蒲城县水利局杨桂塘工程师介绍 根据龙首坝当时选址修建的史料记载 它的地点正是基于古时龙首渠所在地的考证结果 与之处于同一位置 随行的水利专家告诉我们 这龙首渠的样子和饮水原理啊 还是有迹可循的 您看啊 这是新疆图鲁番盆地的航拍画面 茫茫戈壁上啊 整齐的排列着一串串的圆点 兴罗旗部 微微壮观 这就是古老的水利工程 坎井 在火焰山的故乡 人们自古就发明了坎井 这种结构巧妙的特殊的灌溉系统 古人呢 在高山雪水潜流处寻找到水源 利用天然形成的地势落差 在地面上挖凿若干口树井 树井之间呢 在挖凿岸渠 从天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溶血水呢 便顺着岸渠 一直流到村庄和农田 而这一口口的树井 就是开挖坎井 岸渠的时候 运送泥沙的通道 也是通风口 一条坎井 这个树井少则十几个 多则达到上百个 最深的树井 可以达到九十米以上 从航拍画面上看 这一条条坎井洞口啊 就像唐葫芦串 密布在图鲁番盆地的戈壁滩上 但如果从地表的角度来看 这圆形的空洞 就像我们之前图中 屹立不倒的圆形泥柱一样了 那么这坎井 和龙首渠又有什么关联呢 从时间上考证 龙首渠兴建于西汉 而新疆的卡尔井 兴建于东汉 有一种观点认为 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 黄土高原的暗渠式水利工程 被带入西域 在同样蒸发量极大的哈密地区 为当地人民所借鉴并改造 衍生出卡尔井 这一极富地域特色的水利工程 虽然这一观点还有待更多的科学证据来印证 但是无论怎样 我们可以窥见 在过去 古人的确因地制宜地想到 修筑暗渠的方式 合理利用有限的河水资源 至此 考察队作出推断 在古代蒲城 由于地表水分蒸发太快 不利于农耕 古人想到了在地下 建立一个灌溉用水的管道系统 矗立在黄土中的这些泥柱 很有可能就是西汉修建龙首渠时 开枣的树井 一方面通过树井 可以把挖出的土运到地面 另一方面可以起到通风作用 向暗渠中输送氧气 从而通过树井和地下通道 利用地势的落差 来进行灌溉和生活用水 不仅如此 地下暗渠还可以最大限度的 减少蒸发保护水源 如此看来 河城村的五根泥柱 很可能就是史料上所记载的 龙首渠的树井部分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龙首渠 它分明是一个地下水利工程 可是这五根泥柱却是在黄土园中发现的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高出地面的 这又该做如何解释呢 专家进一步给出了解答 说这五根泥柱出路地表的现象 应该和这里的地面塌陷有关 专家介绍 由于黄土土质疏松 且长期经受落河的切割 使得黄土慢慢塌陷下去 形成高高的黄土园和深深的沟壑 而河城村保留下来的泥柱 恰好位于高出地面十几米的黄土园上 这才使得五个树井一记得以保留了下来 经过一系列勘测 杨公认为 深藏在黄土之中的泥柱 可能是汉代龙首渠的遗迹 像龙首渠这种建造于地下的水利工程 不仅有效保护了淡水资源 而且隐落河水 还可以稀释盐碱地中残留的盐分 从而防止盐碱地的继续扩大 如今龙首渠虽然早已被黄土掩埋 踪迹难觅 然而残留的几根泥柱 却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史的最好见证 它也是这片黄土地上的古代先民 面对不利自然条件 巧妙应对 趋利避害 寻求生机的无穷智慧的体现 生活在这里的百姓 依靠落河的区域优势 最大限度利用其蕴藏的资源 生生不息 世代绵延 我国人口众多 因而自古重农 在古代农业深受自然因素的制约 而我国的自然条件又是浮原辽阔 气候多样 降水不均衡 汗烙皆可成灾 因此举凡水利灌溉 河房书饭 在历朝历代都被列为首要的工作 从上古时代起 古人就致力于水旱灾害的防御 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 如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都江燕 郑国渠和灵渠 再如沟通五大流域 联系大半个中国的古代交通大动脉 京航大运河 由此可以看到古人是如何睿智地处理人水关系的 同时也可以看到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 可以说古代水利工程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的推动力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